一个女孩一个月减重40斤是什么概念? 平均一天下来至少要瘦掉一斤。 来自浙江的85后女孩张玉娜做到了这个看似难以实现的挑战。 1月14号,在吉林长春一家减肥医院, 张玉娜在量完自己现在的体重后,笑得十分开心。 2018年8月27号,张玉娜来到长春减肥, 当时体重达310斤,那时的她行动困难, 上下车都需要有人搀扶。 张玉娜告诉记者,自己曾因肥胖导致生病,需要做手术。 手术前,她被麻醉医师下达了病危通知书, 有醒不过来的可能性。 这个现实情况对于张玉娜和她的家人来说, 简直是晴天霹雳。 动手术嘛,然后医生都不敢动, 然后又请外面的医生来给动的手术, 还有麻醉匙也是外面请过来的。 反正当时也不敢保证能不能醒来, 反正就是冒着那种危险吧。 幸运的是,张玉娜的手术十分成功, 下了手术台后,她下定决心要减肥。 来到长春后,张玉娜除了要控制饮食, 配合医院治疗外, 还要保证每天三个小时以上的运动量。 这对原本不爱运动的张玉娜来说, 也是一项挑战。 就是在家里平时不运动, 然后这一刚开始运动那几天, 然后累的都哭了, 又得想家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 不到半年的时间, 张玉娜减重一百多斤, 其中有一个月就减掉了四十斤, 平均一天要减掉一斤, 如今的她显得十分自信。 张玉娜说, 自己已和家人商定, 今年春节不回家了, 要继续留在医院减肥, 等到减肥成功后, 再给父母一个惊喜。 减肥成功以后, 我就是想跟我妈在一起拍一些艺术照, 然后和我妈一起逛逛街。